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你只爱你的儿子 但没办法爱敌人的儿子 这种努力就不圆满 佛教里所谓没有烦恼 就叫空气 白魔本师释迦摩尼佛 意思就是我们要用整个生命 来学习慈悲 以智慧来圆满觉悟之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方面帮助总生 一方面进化自己的内心 这两样圆满的就是两卒尊 修行对财富的爱不是 一个人要修道 给你一亿或百亿 对你来讲 只是要如何运用这个钱的境界 而不是被钱给装走了 帮住了 学习佛法就是你会坚固到别人 这叫学习佛法 缘起信空 就是没有自己 只有别人 我来讲 佛陀的心就像水中一月 众生的根气好比各种杯子 无论是什么样的杯子 佛陀都能相应到每个人的心 要开始学习替所有的人想 替所有的山和大地 替世间着想 想他们如何离苦得乐 所谓的释迦 就是学习这样的慈悲 我们深深逝世为慈悲智慧而努力 直至成就佛道 就能够像阿弥陀佛要是佛一样 名字成为一个功德名号 可以消除众生的病户 建立正知正见 修行只要有大悲心 佛的能力就会映在你的身上 就像电灯本身不会发亮 但只要接上了电 它就可以散发光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这个无我的自己 成为众生与佛之间的连接点 只要守住你的出发点 戒律 你就有那个力量 戒在即佛在 有戒即有法 我们学佛就在开发佛性 佛性本字具足 只是被我们的贪嗔痴 统闭了 如法持守戒律 就能把完全的佛性给展现出来 学佛 是看佛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我就用这个方法去处理这个事情 不能加入自己的个性或想法 否则就是脱离佛法了 一个人如果装了耳机 以为讲很小声的话 在别人听来 却是很大声的 相同的 我知太重 也是如此 我知太重 才会产生精进的力量 你要吃的甜头 同样的 也要为它付出痛苦 上天堂 下地狱 都是自己制造的 你对这个世界如何 所呈现的 就是现在所处的世界 有关系的 世间不可能毫无缺点 但是看到缺点以后 你就会起心动念 这叫称恨心 我们念佛净土思想 就是将惠土的心 转成净土的心 心改变了 外表就改变了 内心时常抱怨 你的世界就不会不来 学佛就是在学这个心 心创造你的世界 所以我们要培养慈悲心 惭愧心 借着这些力量 来改变我们的心态 因此快乐要先学习 从宽恕别人而来 一个铭心渐行的人 无论遇到什么逆境 都能欢喜承受 有情无情世界 都跟我们有关系 我们希望生命得到快乐 就要制造好的因 大家都是阿弥陀佛 无处不是极乐世界 佛教就是这个思想 念佛看到别人的优点 念净土看到这个世界的优点 这样你的心就圆满了 这就是清静观 通关与慈悲观 若能如实地运用在生活当中 那么便能与佛法相应 你希望别人对你怎样 你先要改变你自己 改变你的心态 改变你的心态 学习佛陀圆满的慈悲 与智慧 悲至双运 自施施人 以这个教育自己 也以这个来引导别人 感谢观看 持咒念佛就是转繁心为佛心 将不圆满的转化成圆满的 怀海教育基金会 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事们的爱心护持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至业 自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青海学生 契养学童 中措生就学 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 忌贫发放 急难救助 老弱病苦 担亲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 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 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 淮海教育基金会 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贵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 身心健康 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 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长安乐 护持账号 50059824 50059824 护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一站 长青路 Next stop Changqing Road Station 慈悲湖从开办到现在 已经有八年的时间 因为刚开始来的时候是 一片漫湖 整个都覆盖在杂草里面 一点一滴 开始似乎是发起一件七宝佛塔 建了这个七宝佛塔之后 来办法会还是觉得很多的带兴建的事情 从这个大殿完成到种种仓库完成 大概105年慢慢陆续可以 那倒可以办法会 那时候也是这样子接着接着办 但是这一次我们是想说 就这个地形我们把慈悲湖稍微做一下调整 就是因为这个地形是比较低洼的 常常下大雨的时候 尤其是雨季的时候都积水 刚好有很多菩萨们送来了很多一些杂土 然后就让我们先一直添一直添 大概添了大概三年的时间 最近已经大概都圆满了 我们希望说再把一些主要的联络道路 让一些菩萨进来的时候 走路进来或开车进来 它的地是更平的 所以我们这个工程可能还要接着继续下去 大概要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才能圆满 这些菩萨都是有因缘的 他们来的一部分是邻居 我们这个地理环境 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个村落 这个村落的邻居来 我们在跟他们聊了之后 他们也觉得说 乐意来帮忙慈悲湖 所以他们就假日的时候 没有上班的时候就过来帮忙 要跟他们讲悲观 这次要跟他们讲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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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是跟宗师姐是高中同学 当然认识了几十年 今年都六十几岁了 所以我就有跟宗师姐讲过 我十年要成就慈悲湖 这是我的愿望 我十年要成就慈悲湖 所以我从四年多前一进来的话 开始规划种树的时候 我到今天从来没有停过 没有休息过 我愿意庄严活净土 我愿意做 宿苗小小的 大概两三寸的宿苗 我用那个我们饮料杯把它 装在饮料杯 然后每年每年的 换的那个盆子换的大一点 慢慢慢慢 长到大概有一个人高的时候 我们再搬过来种 因为太小的时候种在地上 你除草的时候 你会把它除掉 你会看不到 所以我大概有一个人高的时候 我就把它移过来慈悲湖种 这样子 今年是虚岁六十七 在体系是快七年了 我刚进来是这边 湖边那个草多长得很多 我就利用连底 比较没有语句的时候 慢慢地除 把整个湖的草多 除好了 晚上那个河边灯亮起来 整个湖很漂亮这样 就心情就很好 我现在铺地砖 把这个地砖泡粉 让人去上厕所的时候 较不漏天的浪漏味 让人家比较好走路 今年五十七岁 在美山河生人区 数年半 我来除非有帮忙工作三个月 铺地砖 因为地砖铺完 要有水平比较整齐 铺越整齐 就表示我们做得越好 假如铺不整齐 人家看起来 你随便乱做 就没有成就走开 另外几个老菩萨 是过去我们在嘉义讲堂 办的长青读书会 那我们也会花旗 他们有时候到慈悲湖 来扫扫地 你老人家嘛 就是扫扫地 那也有几个很发心 他们固定一个礼拜 那也会来个两三天 八十六 这就扫扫地 洗顶杯 花枕了 有工作 我们做会贏 我们就做了 看到这些老菩萨 一共来帮忙 过程中很辛苦 但是他们内心是滑喜的 滑喜都写在脸上 能够为佛菩萨来建一座道场 他们内心其实都是 非常的喜悦 慈悲湖 要成就 成见了这一块佛陀的境地 其实要花了很多的心 还有花了很多的金钱 然后还好有 中史文师姐 他提供了一块田 所谓的田 让我们来种福田 我是抱着这一种心 他有提供这个场所 让我们来做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非常 心里是非常高兴 有像夏 现在才是冬天 像夏天的时候 一坐下来满头大汗 中史姐就问说 王明仙 你都不累了 我说会了 后来就不累 其实做到这些屋子不累 很累啊 但是我心情很好 我会很高兴 是这个 是这样子 啊所以 每个位师兄来这边的话 大家都笑咪咪的 做到整身都呕呕呕 但是大家都很快乐 在这里快乐 回去也都很快乐 又充满了欢喜心 我就觉得做了 身体真好 所以有需要 还会过来帮忙 虽然很辛苦 可是值得的 只要身体可以的话 就一直做下去啊 环境这么大 几乎有大概 快两公顷的土地 那在这个土地上 其实要建设的时候 说不完 也讲不完 然后也做不完 如果说有更多的义工菩萨 愿意加入 出钱出力嘛 那我们也是在最少的范围 最少的财力 发费之下 希望更多义工的投入 来把这个慈悲湖 建设的更庄严 然后未来也希望说 更多的义工能够慢慢的建议进来 阿弥陀佛 我们下期见 今天的雪莫在里 是寿大天王 搜查林甘 善恶吉利 放这带状 修持百官在币 不思想 不讨得 不饮 不梦义 不饮酒 不面子花泪之城 不着香花瓣 不香油豆腥 不管听歌舞 不灰熙熙 也就是七宰过五不熙 是虚讲得 阿咪导火 舅舅流浪的河沟 让你心中充满安 不让生命受苦 真爱一切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生命法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